华联省政府在26号的防疫记者会上公布了案5299新竹到花莲的疫调足迹 但资料中却只有标示出在新城乡的小吃店和超商地点 并没有响列出范围引起了民众恐慌 花莲省政府26号的防疫记者会中公布了案5299新竹确诊个案到花莲的疫调足迹 但是图卡上头只写了小吃店外带超商买东西投诉民宿等 一个详细范围都没有让民众超傻眼 小吃店要么就是公布权嘛 地址店名在哪里 要么就是时间日期都要公布啊 你打一个小吃店新城乡那么多小吃店谁知道便利店也是啊 你要么都不要公布连小吃店便利店都不要讲 要么就是详细点讲让大家避开那些地方嘛 万一我时间跟他有重跌到 我自己也不小心感染到怎么办 网络社团更有人拿出了台东县同一天公布的疫调足迹来做比较 就算是在哪一间超商买东西也都公布的一清二楚 按照中央的主管机关的公告 什么地方不能承报的地方我们好 我们依照规定就处理 但是有一些疑问的地方 好我今天到7-11 我没有超过15分钟 但是我的手会不会触碰到食材或食品 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公告的时候 如果说县府机关有安排一些消毒人员去做消毒动作的话 也可以在一些他们公告足迹之后 在他的右下角或者其他地方 血套它已经消毒完成 让人家有所安心 不要让人家有所差异 在此花联县卫生局澄清市 针对有感染之余的地方 才会特别公布足迹 当然如果昨天这两个地方 那我们去评估 它其实在里面 就是第一个是外带 第二个是买了就走 其实造成社区 停留时间不长 那不会造成社区的感染 因为当我们公告 病患的足迹的时候 或许很多乡亲会觉得说 这个地方我就不去 我就到别的地方去 事实上现在已经全境感染 所以你要有这样的心态 然后去面对 好好做好自我的防护 戴好口罩 勤洗手 量体温 甚至减少到外面的移动 如果你要去市场或是去采购 请一次构筑 不要每天东晃西晃 卫生局表示会做出调整 但是面对感染源不明的案例 持续上升 民众还是要少出门 待在家最安全 据学的群华联士报导 就开始使用家 treble 虐 real 使用家柄 Speaker 5 边的环an 相远 经段 免变 CAD edi